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這款AI Bullet 看看到底除了外觀是黑色的以外 在畫質智慧偵測上跟旗艦款的G4 Pro到底有什麼差異 從規格上來看最為相似的Bullet系列攝影機 G4 Bullet AI Bullet以及G4 Pro 售價從$199、$399到$449美金 台灣還未上市所以還不確定實際的台幣價格 UNIFY AI系列的攝影機主打邊緣運算 偵測的功能都是直接在攝影機內完成 在硬體上,AI Bullet的記憶體有2GB LPDDR4 相較於G4 Bullet 512MB DDR3還要來的高 G4 Pro在官網中則沒有標示具體的硬體細節 軟體的部分目前還看不出明顯偵測功能上的差異 官網的宣傳影片中說AI Bullet可以偵測到65尺相當於20公尺外的距離 車輛分類與動物識別的功能也還未開放 期待未來有更多實用的功能 AI Bullet的尺寸與G4 Pro一模一樣 盒裝的內容也完全相同 都有附上一個用來轉景鏡頭的輔助配件 安裝時記得先將防水墊片穿過網路線 再用輔助配件轉景才能達到IP65的防水等級 再來看到白天的畫質 我將G4 Pro與AI Bullet安裝在接近的位置做比較 G4 Pro的位置高於AI Bullet大概40公分 Pro的特色是它視角非常廣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幾乎涵蓋到隔壁雙拼透天的停車位置 AI Bullet的視角就只能到中間鐵門 AI Bullet的控制選項中沒有HDR 畫面中看起來比較鮮豔 黃昏到夜晚的時候 AI Bullet在同樣的環境亮度下 紅外線啟動夜間攝影的敏銳度比G4 Pro要來的低 影片中只有門口兩盞燈的情況下 G4 Pro已經開啟夜間攝影 但AI Bullet則還是沒有紅外線 低光源的畫質好像還帶了一點穿透感 夜間的畫質不太確定是不是HDR的關係 G4 Pro的亮度細節沒有AI Bullet來的平均 在智慧偵測上 AI Bullet更能快速的辨別遠距離快速行進的車輛與人物 G4 Pro在超過20公尺外時 人車辨識的框框反應較慢 而且時有時無 AI Bullet則可以快速準確的標記 看到Unified Protect的偵測分析頁面 同樣預設50%的偵測敏銳度上 G4 Pro一天車輛偵測最高是19台 AI Bullet則可以偵測到173台 若將AI Bullet安裝在空曠無遮蔽的地點 應該更能體現AI Bullet的偵測能力 收音的部分 這顆AI Bullet非常小聲 以下是未調整音量的原始影片 總結來說 AI Bullet畫質跟G4 Bullet差不多 視角卻小於G4 Pro 但是能夠快速有效的辨識車輛與人物 車輛分類與動物識別的功能還未開放、使用 目前實際AI的優勢還未表現出來 期待未來有Biquity的軟體更新可以打通AI Bullet 的人度二賣 感謝您的收看